喬治克魯尼喜獲金球影帝 美麗史翠普豐厚爆粗口 第六十九屆金球奖 于台湾时间尽早揭晓 上屆金球影后纳塔利波曼 产后首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呃看来是离开荧光幕太久咯 乔治克魯尼已继承人生 几下靠魔球入围的好友小布 和胡佛传的李奥纳多 第二度夺下金球影帝 也是他拿下的第三座金球奖 即使打败小布 也不忘在台上帮他每演几句 即使人生恩还夺下戏剧类最佳影片 已经是金球奖得奖常客的梅姨 听到得奖表情还是这么惊讶 和炎火铁娘子坚固柔情中的 英国前首相采琪尔夫人 破风戏剧类影后 这也是他第八作金球奖 成为史上拥有最多金球奖的影星 但他讲着讲着竟然爆粗口 最后还惊动新科影帝克鲁尼 帮忙传递影后的眼镜 但影后还是很有国际点 不戴眼镜北玩字词 至于音乐或喜剧类最大赢家 果不其然 法国黑白默片大艺术家 迎走最佳男主角 最佳影片跟最佳配乐三奖 密学威廉斯则以梦录与我的浪漫周记 拿下第一作音乐或喜剧类影后 这是她和前未婚夫西斯莱杰 做生的唯一宝贝 球里首次执导的爱在血泪交之时 交出追加位一片失利 拱手让给分居风暴 而金球奖向来被视为奥斯卡风向球 本届得奖人渴望出现在下周二 揭晓的奥斯卡入围名单 听回了新闻 奥斯卡2月26日开讲报导